中輪這是你第幾年 沒算錯應該是第10年了 一開始10年前到底發生什麼事 10年前家裡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媽媽因為突然生重病 然後在許多的醫生都診斷不出一個所以然當下 那時候心情非常的慌張 也不知道怎麼去尋找那個醫生找不到的那個答案 然後這時候只有醫生的那段夜還是請醫生來幫忙 那我能做的可能就是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那時候醫生覺得剛好看到大甲媽祖正在繞盡道的過程當中 然後就醫生就馬上就跑去大甲正南宮 雙膝觸地之後問媽祖就說請媽祖幫忙 希望可以度過這次家裡的危機 可以讓媽媽的病情可以找到一個原因 可以有好的方式找到有貴人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當下就跟媽祖許願說如果這個難關過了 我願意陪同媽祖至少走五年以上 再過沒多久之後醫生也真的找到病情了 當年我就有跟媽祖有許願 做人要有誠信 然後我就一然就開始我的第一次的旅程 然後一走就走十年到現在 目前一走就走到十年到現在 因為每走一年都發現這趟路上面 越來越好玩越來越好吃 然後越走就越帶的人越多 對因為發現一個人走雖然可以走很快 但是我覺得一群人一起走可以越走越好玩 然後可以越走越開心可以越走越長久 所以你今天帶了多少人 目前今天早上算起來應該有十二位夥伴 但現在大家的速度都不同 分流上去做自己喜歡的速度 往前進的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們就約好晚上的這個住宿點就對了 我們就是只有提供一個A點到B點 中間如何去進行 就是有夥伴自己去決定你要怎麼去往前走 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往前走 都可以 所以你已經變成大甲馬祖的聯絡人就對了 也沒有就是我喜歡這樣子的活動 但是我覺得想要把這樣子這麼好玩 這麼好吃的活動 讓台灣很多不知道這樣活動的 不管是同軍夥伴也好 或者是不同那個朋友身邊的朋友也好 希望帶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這一趟人情味的一條鄉路上面的有樂趣 好那個你個人不是還成立這個羅浮興趣小組 關於這個宗教文化 是我成立一個羅浮民間信仰興趣小組 主要的活動就是想要帶著台灣許多的夥伴 一起來感受一下台灣在地濃濃的人情味 以及豐富的文化的信仰或者是一些文化 帶著大家一起來認識這塊土地上面的不同的人事物 所以你這次的一個帶領有結合你的信息小組嗎 今年沒有用興趣小組 我用個人的名義想要先來感受一下解封後的疫情 跟我之前的感受有什麼不一樣 先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之後 讓明年或之後的設計上面可以更圓滿可以更好玩 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些的內容在增加在裡面 所以明年再來擴大辦理就對了 是有這麼大的想法 講這麼多年來看到什麼感動的事情 其實每年都有不同的 有一年比較一直在我心中裡面落下一個滿滿的感動 就是有一年我們剛好在有因緣機會拿到豐厚的一疊的押教精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剛好遇到一群辛苦的媽媽們 他們帶著他們自己身心靈或者是肢體上面有不同缺陷的孩子們 一起在體驗在一趟上路上面 後來我就覺得媽媽們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想 啊或許這無意間拿到的這疊押教精 或許是上天或是這段路程想要給予這趟 我走這趟路上的一些不同的功課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感受 所以藝人就是趕快把這疊押教精拿給這些媽媽們 然後這些媽媽們在手拿到押教精的當下 就非常的感動就是雖然說深深的一聲一聲謝謝 但是都是在我那個感動在心中 最後講這個你每年都是堅持用徒步以及背背包的方式嗎 不一定就是我發現只有徒步只有背背包可能有點辛苦 所以我今年多了這幾年都多了菜籃車 因為菜籃車有輪胎至少不會所有壓力都是在肩膀上面 但是後來發現有時候還是會太辛苦 所以跟媽祖許願的過程中 我有跟他說不一定只有用徒步的方式 可以用更多種方式的方式往前 不如說例如說坐槍刻車 或者是一樣用體力活的就是騎腳踏車 我們都有不同的方式在做前進 就是以每個人可以習慣的方式 或者是希望怎麼往前走的方式 就以沒有一個固定的方式 但是我還是比較希望是用走的方式來感受每一段不同的路程 因為每一段路所跟不同的聊天的過程中 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動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故事 就形式不拘啊誠意最重要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反正你還年輕嗎 你現在才30吧 30多 這幾年工作都沒有影響嗎 都能夠排到9天8夜 就大家在很多媽祖的活動都會看到一個笑話 就是一手拿假單 一手拿離子單 跟老闆苦口婆心的跟他說 我想要完成我跟媽祖跟上上之間的這個約定 然後請他讓我來走這條路 然後我相信我回去我會用更多的努力 來幫他達到更多不同的他想要的結果 就軟硬監視就對了 對對對對對 好 謝謝我們中文 好 謝謝團長